遊戲 又是關鍵 Apay就比較是 我開心居多 觀看的聊天就比較沒有到那麼多了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之後橘子冰的影片應該也不會每週六了 可能就是有特別題材的時候才會 錄製 到時候可能再 會再發個橘子冰之類的然後再 再說明吧 因為橘子冰的影片 這幾個月來其實觀看都比較低 對阿 那但是我一直的初衷就是想要 持續的拍他去記錄他的成長 因為 現在回過頭去看一年前兩年前的他 都是一個 不同的感覺 對阿 所以那時候不管觀看我其實都是想要特別的 拍他 但現在覺得 覺得因為很多的題材 其實也大部分會有重疊 畢竟已經 哇 養他多久啦 三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六年了 對阿 五年 六年了 每一個禮拜六沒有一週是有停更的 所以 多少會有一些比較重疊的題材 所以現在就是覺得為了觀看也好阿 為了 趣味性增加一點也好 就不會 每一週 都有橘子冰 那 但是因為橘子冰的影片其實都是比較 簡單輕鬆的啦 也是讓我 一週十四部影片有一部是比較easy的 所以之後就算換別的影片那個系列應該也是以 簡單 不太多剪輯的方式進行 這就是 跟大家說說阿 當然這個也是 不會只有直播說阿 之後也會 可能在某部橘子冰影片 再來看看 再來說說 像今天的橘子冰就是 很難得阿 給大家看看他學鳥叫 欸那個有 有小小課說他學鳥叫 因為我這個也是不知道的 然後看小小課說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他說學鳥叫其實是一個 狩獵本人 就是他那樣叫其實是讓鳥 靠過去 然後就可以去狩獵 因為貓其實會抓魚嘛 會抓鳥 會抓老鼠這些其實都是會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狩獵本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 但是有小小課 說的 煞有騎士感覺很正式 所以我覺得 可能就是這樣 呵呵 對啊 橘子冰 會讓他 休息一下 哎呀 就是有 特別的阿 比較有梗的 像近期比較有梗的應該就是 今天這個嘛 然後還有 發法送的魚 平常睡覺的或是什麼的 其實以前也有都有拍過類似 雖然是很可愛 很萌 可是就可能就比較 題材比較重疊吧 所以會再 再來更改 再來更改 更改 給大家說說的 也可以讓橘子冰 更加的廢 呵呵 還有想繼續玩 湯姆貓引捷力鼠嗎 呃 我一直都有在玩阿 上一季我也都是鑽石喔 而且我不是一個鑽喔 貓跟鼠都是鑽喔 不好意思喔 但也沒有到 沒有想要更爬更高啦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打上鑽就 開心開心了 養橘子冰 花很多錢嗎 養寵物都是 很花錢的 沒有一個是不花錢的 尤其是這種 小倉鼠那種 我就不太知道啦 魚的話應該也比較還好 但是這種 貓狗阿 你都要給他 飼料 的費用其實就是一筆 貓殺也是一筆 那 如果生病的話 那個費用就是更高 那你打疫苗 你也都是一點錢 對 所以你沒有存個幾萬塊 你就不要養寵物 而且那幾萬塊不是 不是說 拿來買飼料的喔 是 給他的預備金 就是 如果他真的不想已經生病 或是幹嘛的話 你那些錢就會用到 養綠球藻 那些人是在說什麼 養那個 養那個 養那個肉 那什麼 多肉是不是 多肉植物 你養植物就應該不會花很多錢了 所以 如果你有考慮養 貓貓狗狗阿 這種就一定要給 他們先存一筆錢 所以說他家有五個 屬寶寶 有點花錢 但是因為你有五隻 五隻就是五倍 對不對 廢話 我們家以前是有養魚阿 那個就真的 沒花多少錢 那魚飼料其實也還好 那就是 定期一兩個月 好像一兩個月吧 給他 換個水 那除此之外 我們家那個魚 我們家那個魚 就是定期一兩個月 就是養鯨魚 黃金的鯨 不是很大的鯨魚 就沒什麼花錢 所以說他發現 看我影片五年的 有3650部影片 一年365部 的兩倍 五年就是 這麼多 所以這邊很難照顧還是還好 貓都是很好照顧的阿 所以 大部分的YouTuber 都是養貓 因為 大部分YouTuber 其實都是比較 繁忙的 沒有那麼多時間 像狗狗的話 你就要 多陪伴他 還要帶他散步 對阿 像現在疫情其實 這樣狗狗是不是都不能散步阿 感覺超QQ欸 還是有人就會 戴著 口罩 去給他散步 可是這感覺又 又很恐怖欸 只能說 還好也是養貓 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呵呵呵 巧巧有跟卓九一起玩 誰是殺手的 傳送門嗎 按Google一下 就可以看到啦 問問提前 可以先Google Google了就會知道答案 聊天紀錄檔會留著嗎 直播的紀錄都會放在那個副頻道 所以你副頻道都會可以看到 好不好 都沒問題 至於那種回答過的問題阿 就不再多做回答 到時候可以自己看 呵呵呵 自己翻回去看 從三四年級看到現在 現在已經國一了 謝謝你的支持 三 三 三四年了 哇 現在嘴巴還是 舌頭往上一碰 就是那個 肉種種的 原本想說周一才要去看 然後看一下 明天早上也是有一些牙醫 明天早上就開始要狂打病話 問問 可不可以救我的牙 我的牙 我的牙 我的牙疼了 呵呵 停課在家好無聊 阿 那不就是像 那個嗎 提早的 暑假的 概念嗎 對不對 應該 應該也是 不錯阿 除非你是那種 喜歡 愛往外 爬爬 爬爬走的 嗯 不然像我們那種 臭宅男 嘿 拜託 唉呀 不用出門 有什麼問題嗎 防疫高手 防疫高手 我告訴你阿 我已經 從搬來台中 我就是個防疫高手啦 啊 呵呵 嗯 輕輕鬆鬆 雖然要上網課 但是就相對簡單多了吧 真的阿 剛剛有些人說功課很多 那就是小缺點 一家只能一個人帶出去六個喔 呵呵 呵呵 有阿 蠻多喔 像我問那個2.0 他在馬來西亞嘛 他說 他前一陣子 現在我 後來沒有再特別問阿 因為他也只是說 疫情死好死壞 對阿 他們前陣子就是到比較嚴重的時候 就是 都是只能在家 但如果你要出門的話 就只能一個人出去 一家就只能一兩個人啦 然後就是 就是限制出入 那你就只能 一兩個人出去 然後就是買必需品回來 這種就是 希望我們不會走到那一步 希望能夠守下來 現在 沒辦法看每天了 要看 要看大局了 嗯 就你一兩個禮拜後 再來看看 比你現在的每天的人數都 都不一定是對的 好不好 哈哈 防疫典範 不愧是拿過獎學金的好孩子 好說好說 宅男市場 想到那個 國外很多的 知名人士 在疫情期間有沒有 都在那邊抱怨說 喔 宅在家裡 都像監獄一樣 喔 不能出去 人生變黑白 內心OS 乾嘛捏 呵呵呵 難道我一直以來過的是監獄生活嗎 不會啊 我覺得 我覺得是天堂生活啊 多麼的happy happy 呵呵 那當然 偶爾可以出門 走走 是 小確幸 現在就是這個小確幸 沒有了 比較 辛苦一點 希望大家都可以 持續努力啦 還可以再拍 雞馬嗎 看後續有什麼 特別的更新吧 那時候雞馬其實也拍了蠻多了 後 後面的 這個觀看其實就掉下了 看一下喔 拍了33步的樣子 超級雞馬 28步 對啊 他後面 後面觀看其實都 蠻慘的 而且 後續也沒有再爬起來 這應該不太會 拍序片 就是像這種系列 如果要 再拍 的話 通常就是要有 他後續也有不錯的觀看啊 或是 真的很有趣啊 很讓我心動啊 才有可能會再拍 對 所以大家在 詢問之前 其實也可以 查一下 你就會知道 大概知道 會不會有機會了 哇 有人說他們班上 有人 中了 全班去檢查 在等報告 小心啊 遇到這種事情 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最 最頭疼的 奇哥說要不要把 空頭場景拿來 當其他用途 你可以瞧啊 把一些 弄成那個啊 浪沙的地圖 其實有一些 我其實有想要用 可是他 地圖太大了 然後如果我要去把他 限制場景 又要 就比較難著手 就是要太多東西要處理 太多地方要限制 之前有用過一次 然後後來就覺得啊 那個 怎麼限感覺都不太 太行 但如果你們 比較會 一些 指令或是方式的話 就可以 來捉摸看看 因為蠻多其實都 很酷啊 蓋得很棒 很適合 但是 會很開心 又會有 如果你要去